大家好 今天跟各位分享一个八字的批命程序 在前几天直播里面 就是 6月5号的直播里面 我在帮人家批命 在这一个线上帮人家批命的时候 我有说过 我们在批命的一个程序 你要由大方向 逐渐逐渐的去缩小 所谓的大方向 你先帮他的大运批出来 他的大运你先把他批出来 让他知道他人生的一个大方向 可是我常常讲的大运 他只不过是决定一个大方向 可是一定会这样吗 不见得 为什么 因为当中只要一个走错路线 流年里面走错路线 他就整个大运就是变假的 他就像这样子 大运是在假设的前提下 是这样 可是 这是假设而已 他有流年 流年有好有坏 他只要走对一个好的 他可能 这一个好的 他让他飞到这里 他很有可能就是在这里 但是他假如可能走到一个坏人 坏的在这里 他可能就从这边走 所以其实 大运 他只是一个大的一个方向 他并没有办法完全决定 你的运程是怎么走 所以第一个步骤 我们先批出他的一个大运 把这几个大运跟他讲 这几个大运有什么好跟坏的一个特质 所以当你批完大运以后 第二个步骤 那就是流年 流年 来讲 各位 流年 你就必须把他这个大运里面 他的每个流年的状况 把他写出来 为什么 因为大运是这样子 这时候你把这两个配合 你就会发现到 大运是在这里 大运是一个基本盘子 可是流年呢 不一定 有的时候 他在上面 有的时候他在下面 有的时候他是在平的 所以你要把他的这一个 流年的一个状况 你把他写出来 让人家知道所谓的危机点 还有一个机会点 好 我们就可以知道了 A 在这么高 B B 那我们就会知道 你要特别注意哦 B这一年 你的机会点在A 各位 这个就是你在批流年 就是让他知道说 你什么时候 这大运是这样子 可是你的流年 有所谓的机会 也有所谓的危机点 当你把这两个 都处理完了以后 当然他是现在来找你嘛 你不要以为整年度都很好 你也不要以为整年度都很差 这时候 第三个 就是要把流月找出来 因为他今年 所以我一般就批今年的流月而已 我不会批到明年去 你要不要解 我不会批明年的流月 我只会批今年的流月 所以 他今年是危机 最危险在哪里 危机点 我一定是找最危险 我不会再给他找一个机会 因为他整年度都很差 他可能 就是8个月很差 4个月很好 不要用 想要用4个月去推翻 那8个月的不好 所以我会帮他找出来 然后最危险的时间点 是什么时间 那假如是机会点 他今年有一个机会 各位机会 我还是一样 要帮他找 最危险的时间 一切都是以危机 为主要的判断依据 为什么 因为成功 来讲 他随便做都会对 可是危机他只要没有躲过 他之前的所有累积的成就 全部归零 所以以我的角色 以我的观念来讲 我一直都会强调的 就是这一种东西 所以批了一个 我们在批命的一个程序来讲 是由大至小 由大至小 所谓的大就是大运 大运 你把他所有的大运都批完了 这是第一个 这是所有的 或者是最近这几柱的大运都可以 第二个 他现在在这一个大运 他在这一柱大运里面的流年 找出机会 危机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呢 今年的危机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批命的一个程序步骤 批命的一个程序步骤 当这一边你全部批完了以后 不管是他的财运官运 各方面你都批完了以后 最不重要的东西摆在最后 就是跟客人的互动 这时候客人会跟你互动 然后他会提出一些他想要知道的东西 那都是在最后去处理 了不了解 你不要把这些很杂的项 全部都拿到最前面去 那个很杂的项 其实那个都是要怎样 最好 最好经历的 所以你要了解 像批这一些 基本上可能用三成功力而已 这前面这一边三成功力 你剩下 你的功力就是要应付这一个 客人所提出来的 这一些互动的里面的杂项 你还有什么想要问的 对不对 他就说我想要问什么 这时候才是来帮他解决他 剩下的疑问 所以很多人都什么命理 什么过三关 他都把最强的先打在前面 这三个我假如批不出来的话 就不批了 我跟你说 你三个你就算批出来 你只会越批越弱 因为你那三个是你最有把握的 接下来你都越来越没把握了 所以那一种的批法 只是会让自己陷入死无痛 而我们在批的时候是以这一种的方式 大运 对不对 然后他会知道他以前的大运 跟现在的大运比较 他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你都可以跟他讲 这就是在什么 验证他过去 甚至你假如像我一样的话 我都还会跟他讲 你在之前的大运 哪几年后 你碰到的是什么样的情况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一个从大运的角度 不然这一柱大运 因为他现在就处在这一柱大运 你把他这一柱大运的所有流年 给他批出来 让他知道 他在这一柱大运的机会危机点在哪里 他知道了以后 他有一个方向感 自然就是批今年 今年要注意哪几个月 过来就是最后的 他该他会有一些疑问 这些疑问就是我们剩下的精力 就是完全要对付这一些 疑问 所以各位 你前面批的时候 你不是拿最强的跟他批 你只是在应付他而已 你在应对他而已 了不了解 所以当你在应对他的时候 真正的 你的最强的功力 都是摆在互动这一块 你最强的功力都是在互动这一块 所以我的学生就会说 老师批命能骂我学10层 我只打了三层 我说对啊 没错啊 这一边 三层的功夫而已 到了第4 这一边 就是你真正学的剩下最精华的部分 全部都压在这里 因为客人到底会问什么东西 你会知道吗 不知道 所以这时候 你就要压在最后 假如他没有问题 简单三层就把他解决了 他也很满意了 所以这就是一种批命的一个程序 所以不需要 不需要讲的天花乱坠的 你只要把这一些全部都 做好的话 其实在批命的一个过程 客人他其实是很满意的 今天就跟各位分享到这边 大家下一次有缘再见 拜拜